首先我們謝謝我們桌總雜老 還有我們林醫師 還有各位教練 各位宜幼選手 還有我們的育科晃育隊 各位老師 大家共同在今天禮拜六 共同到這邊來參加這個研習會 首先請代表老闆提文會 謝謝也感謝各位 我們體委會大概從今年 今年有明了一個計畫 就是運動科學介入這個 競技實力的提升 這個計畫也獲得行政院國科會的一份 所以我們從今年一百年到一百零三年 推動這樣的一個運動科學 介入競技實力提升的計畫 所以我們也希望 以往我們在運動的領域 大概傳統的運動 往往就是教練選手在做這個運動的訓練 那我們也希望今後 利用運動科學的方式來協助 來提升這個選手的實力 所以這個運動科學是時代的潮流 像日本 像對岸的中國 還有像歐美國家 都有成立運動科學中心 那主要的作用 就是說 藉由這個運動科學的這個方式 讓我們運動選手的能力提升 所以我們體委會也藉由這樣一系列的 運科的一個演習 希望說讓每位的教練 甚至選手都知道運動科學的重要 那也透過這樣的演習 讓我們的選手跟教練 甚至我們相關的運動領域的從業人員 都能夠了解運動科學的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也整天 大概也安排了一系列的一個演習 那事實上我們體委會在今年 大概也成立一個運動科學的一個重範公司 那主要就是藉由這樣的一個運動的一個方式 來協助我們選手的一個實力提升 那我們這個運科重範公司 當然就整個運動的科學 運動的實力大概我們也有升級 比如說有關運動的心理 生理、力學、醫學還有營養等等 大概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架構 那我們希望未來也能夠提供各位選手 各位教練最好的一個運動科學 然後提升他的競技實力 那我們今天大概也安排了幾個 大概對於運動方面比較有專長的老師 來這邊跟各位提供運動的一個分享 那我們早上大概邀請的 陳年大學劉宇全教授 大概來提供一個分享 大概針對運動訓練跟傷害 那這個劉教授大概早期也是在國訓中心 那他大概會針對有關實力上的一個運動傷害 來做一個分享 比如他有舉例 求胎、運動血或是有一些的運動 跟這個傷害之間的關係 那大概會救個案來提供保護的意見 那再來我們也會請我們的林宜舟醫生 也是我們的運動科學的一個召集人 林醫師 就脊椎對運動功能的影響 來提供一些分享 那主要這個脊椎 大概是支撐我們整個人體的一個架構 所以這個脊椎對整個運動的行為 運動的這個維持這個協助平衡 也是他的一個幫助 那我們的對脊椎對運動的一個功能的影響 我們林醫師也會在這邊藉由 早上這個時間提出他的個人經驗跟各位分享 那緊接著我們也邀請了長庚紀念醫院 復健科的許龍志醫生 剛才有提到脊椎很重要 對運動 對整個人的一個動作 大概都不重要 那萬一這個脊椎受傷 那怎麼樣去來防止或復健 那大概我們這個許醫生 會就這方面提供他保護的意見 大家來分享 那我們當然緊接著還會請這個張貴慧教授 就這個運動營養 運動傷害跟營養的關係 那尤其我們這個在運動選手 在訓練期間他的飲食 他的熱量甚至他的維他命的一個補充 這個都對整個運動選手 影響非常大 所以這個都可以提供我們大家來做分享 那下午的課程大概比較偏向於 運動心理跟身體方面 就運動選手的壓力 還有這個心理的一個方面 跟運動選手的影響 大概怎麼樣去做調整 那下午也有請洪聰明老師 跟洪武威老師 來跟各位來分享 這樣有關運動心理跟身體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經驗的分享 那今天這個課程 當然我們主要還是針對教練 說我們在國訓中心的國家教練 還有一部分是我們體委會 在核定基層訓練站的教練 我們也希望說這些教練 都會來增加學習這樣的技能 也提供未來的在選手 也訓上的一個寶貴的智能 那最後我們也謝謝 今天是禮拜六 那各位能夠放棄休假 放棄休假 然後來到這邊 來參與這樣的運動科學的研討 我想今天一定會有很好的一個收穫跟成就 那最後再次謝謝各位的參與 那僅代表體委會 也預祝我們今天的整個研訓會 能夠順利圓滿 也謝謝我們今天的所有的老師跟學員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就請劉老師 為我們進行下一份課程 各位老師各位教練打招 我是林宗醫師 那今天這場活動是我們 就是體委會的運科小組裡面的運動醫學組 所主辦的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就是 我們的題目是 100年競技運動醫學會 所以大家可以 我以前參加過很多醫學 大部分都是講運動醫學 所以今天我想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是希望 因為我想大家都很熟 我們跟這些選手教練怎麼近 但是我們 我們這樣從以前到現在 一心一意希望說 透過醫學的一些幫忙 來協助學員玩家 讓選手的經濟運動的成績可以達到提升 那所以今天我們的這個舉辦場 研討會面地也是這樣 我們就希望說 能夠在醫學跟經濟運動可以做一個比較緊密的結合 那我們這個運動醫學小組 其實有一些醫師大概還沒到 我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那我是負責召集 那這裡面有吃大的李文吳老師 那他今天人在日本還沒到回來 那再來就是 我們也有嘉義長跟福建科的主任 曲洪志醫師 那還有我們高雄醫學院胡克 胡克的座國習醫師 然後還有立心醫院的林宋凱醫師 等一下我們那個張門也有什麼文件 來介紹一下 按照一下 好 那那不是我們的小組怎樣 不過他其實對我們這個運動醫學也一直很支持 那還有 還有一位 還有一位下午 還幫洪偉智來嗎 還沒 還有一位下午 他會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 壓力對運動表現的影響 那這位是我們高雄長根的 高一高雄醫學院的精神科醫師 那今年我們這個小組特別加入精神科醫師 就是因為我跟很多選手教練聊天 發現說我們有很多選手有壓力上的問題 尤其到比賽 比賽快到了 他們很多很多有失眠的問題 那我跟這個王醫師談過 其實他說有些東西 他們是可以不用透過藥物 他們有些方法可以速解全手壓力 然後讓他們可以獲得比較平靜的狀態 所以我們大概這個團隊也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這裡團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轉召週四位醫師 就是 請大家掌握 大家掌握 周醫師雖然是我們整個運動運科小學很著急 但是事實上他是算我們這一組的 所以我們這組真的很特別堅強一點 那我們早上第一堂課 我們就是請那個長榮大學的這個 劉宇群教授 跟我們分享 與動與訓練這個關係 掌聲歡迎大家 謝謝 不好意思我先調一段 好在場的各位老師教育還有各界的人先進大家 然後我教導遊一群 他現在是在這個長榮大學運動學前關於學習服務 好那我當接收到這個國訓中學的通知 就要講這個題目 那基本上個人資源的訝異 因為我不是教練 我也不是選手 那我在大學是在這個尼口體育學運動關於學習 也曾經到過運動傷害防護員 那所有是博士基本上都是從這個運動生育學的研究 所以當我看到這個題目 運動訓練與傷害的時候 基本上是講到兩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什麼事情 當一個選手在進行運動訓練的時候 他是有可能去接受到傷害 他是有可能去產生到傷害 那另外一個是相反 當一個選手他在運動訓練產生傷害的時候 他還是要回過頭 還是給他使用運動訓練來進行復健 所以基本上他是兩個事情 那當選手在進行這兩個事情的時候 基本上還是需要一些場次 那我今天就是把我之前 運動做的一些研究 這些相關的知識 那你希望這些知識提供出來之後 可以讓選手在進行運動訓練的時候 可以列明掉一些傷害 或者是說當有一個傷害的選手 在進行運動訓練的時候 他知道如何去做一些復健 那接下來就開始我們的報告內容 首先這個大概是我目前有在做的一個東西 是關於這個球拍的震動、運動、傷害的東西 那我們都知道說其實 只要你是拿拍子的運動 基本上像網球或羽球 或是高爾夫 基本上你在打的時候 那個球會跟拍子先有個接觸 或跟球感有個接觸 那當球跟拍眼產生接觸的時候 基本上它是在產生一個震動 那重點就來了 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 球拍它的震動它會怎樣 它已經由手腕傳至手臂 那因此震動越大 會對你來造成一個 產生一個不適的現象 一個是手腕 那接下來是什麼 網球這個手肘的部分 那因為網球它的球比較重 它一直也比較重 基本上它產生的震動比較大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手腕或是網球走就會產生化 那這個基本上它是由震動所造成的 所以在我們生物理學研究 或是運動器材研究裡面 基本上如何去評估球拍的震動 可以說是這個評估球拍的表現 所要進行的效果的一個集中之一 大概是這樣子 這是我目前實驗室在做的一個案子 它是一個經濟錄案 基本上是跟一家廠商拿球拍 當然這不是網球拍 一定是羽球拍 那我們就把它做一個評估 看它的拍子到底它在震動 還有它的形變的時候 是產生什麼狀況 那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用這個機構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機構 是一個架子 然後這邊一個光球 基本它是一個鋼球 那這鋼球從這個高度打到這個地方 它可以 因為它是用電子鐵的 電子鐵的控制 那它把它電關掉 結果它沒有磁力 那這個球就會落到我要的位置 那當這個球從這邊落下 它的能量上去相當於多少 這樣它有一個四十五兩百公里的球 去打到這個拍面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拍子因為接受到這個球的撞擊 它會產生一個震動 那震動之後 第一個 中感它會應變 它會產生一個形變 那基本上我們就用這個動作飛機系統 用這個 然後去計算這個 拍子本身的到區域的應變 大概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是這邊有一個架樹櫃 那架樹櫃我們是放在那個球拍 它的所謂的三桶的地方 那基本上我們是用這個架樹櫃 去評估這個球拍再接受到撞擊時候的震動 目前這個案子這樣進行它 那這是一個例子 那這邊的話 基本上這就是架樹櫃 它得到了一個震動訊號 那當我們把一個震動的訊號 使用這個所謂的浮葉轉換之後 基本上它會得到這個黑色曲線的訊號 它的橫走就不是時間 它的橫走是頻率 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會去抓這個黑色線 這邊有一個最高值 那這個最高值 基本上就代表這個球拍本身的積品 那它的積品越大 基本上它這個球拍的什麼 進度就越大 那關係然後那個整個球拍的硬度 轉硬度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把這個黑色曲線的東西 每一個黑色曲線的數值 再給它平方之後 平方之後呢 基本上我會得到一個紅色曲線 因為這邊左右兩個軸 那紅色曲線有變這個數值 那我得到這個紅色曲線之後 我把這個紅色曲線 以下的面積算出來之後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震動走功率 那這個震動能力 基本上就代表這個 球拍的一個震動的大效 那這個速度越大 代表球拍震動越大 那這樣我們是用這個方式 來評估球拍的震動 球拍的震動 那當然網球部分也是這樣做的 那新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在網球的部分 就是國外網球 歐美 歐美國家網球震動 已經其實都累積了相關 很多相關的結果 那這羽球的部分 因為其實羽球 它是比較適合亞洲的 對於台灣也是一樣 那再來就是我們 我家的選手 基本上在國際賽會中 已經有一些成績出來了 那最後就一個重點點 不是上機 就是說因為台灣是一個運動器材 主要生產國 特別是球拍的部分 或是羽球各式永遠都一樣 那羽球拍的震動 對於人體的影響 其實還沒有一些比較大量的研究 那一個是 就是說球拍的震動 到底會不會對於打球的人 造成他手腕或是有什麼傷害 或者是說 球拍的震動會不會影響到 羽球選手他的手感 這部分可能還沒有大量的研究 所以我們就會 我實驗室的部分 基本上就朝著房間去進行它 這個大概就是目前 針對這個球拍 它的震動 我們做了一些研究 跟相關的行動 那這個是一些案例這樣子 好 接下來是斜子的部分 斜子基本上其實已經做很多了 我在碩士、博士的時候 基本上都做過 所以目前我們的實驗室 基本上也是有無需在做這些東西 這個部分是關於運動腺的遺症跟運動傷害 那我們知道說 你在走路 你在走路跑步或是說是坐地的時候 基本上你的腳跟都會承受到一個力量 這個力量 就生物學來說的話 它是一個垂直力量 這個垂直力量其實它是一個衝擊力 這個衝擊力會怎樣 由你的足部先去承受 足部承受之後 它就會有腳環上傳到你的小腿 傳到你的膝關節 當然這個衝擊力就跟你講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傷害 非常大的一個傷害 所以第二點就是說 也好鞋子它必須要怎麼樣 承受足部的一個衝擊力 那假如說它可以承受到一些 它可以抵消到一些衝擊力 基本上這個鞋子就是有避震性 有避震性 所以我們去評估這個鞋子的避震性 第一個我們去算 那個最大符合率才會說明一下 那還有就是說 先承受撞擊的瞬間 撞擊的一個加速度 撞擊器的加速度值 基本上可以改善說明一下 那我研究基本上 或是相關於這基本上 也是用這些東西 去評估鞋子的避震性 像是這樣子 那我做過 這個是一個那個 所謂的可吸式避震反行測試儀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 它是一個直接由下 由下進行撞擊的一個機構 那撞擊之後 其實它這邊可能感應到一些數值 那最主要我們是這邊 放一個加速櫃 那這加速會基本上 可以感應到你這個撞擊器 打到鞋 撞擊到鞋子之後 它的一個加速度 那另外 這是一個測試的方式 那另外是用車椅板 然後是用鞋子的車椅板 基本上 車椅板很大 再踩過去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垂直力量 那以往的分析方式 我們就是說 垂直力量越大 你受的衝擊力越來越大 其實不是這樣子 應該算是一個所謂的最大複合率 也就是說 兩個力量的數值 和彼此之間的鞋率 那我們去抓出最大的那個數值 就是所謂的最大複合率 那我們直接用這兩個方式去評估鞋子的避震 那這是我之前曾經做過的一個簡單的案例 基本上 這雙鞋子裡面 因為這雙是有氣墊 那這雙只是一個一般的鞋子 它的材質是EVA 那這雙鞋子它所標榜 它有一些鞋根的部分 鞋底還有特殊吸震材質的有修行 那說出來的結果是有氣墊還是這樣 那這個沒有氣墊沒有什麼 就是避震材質比較差 那這個吸的它有一些特殊材質 有它的效果 但它還是最好的 那當然這種案子 還是可以告訴你們 其實基本上鞋子還是有氣墊 那可能對於避震的效果會比較好 特別是假如說 你這個運動基本上 它是一個反覆重複性很大的運動 可能是重複一個動作很多 那重複性很大 有一些重複的跳躍啊 著地啊 或著跑步啊 整個著移動作的這種運動的時候 基本上你的鞋子還是要有氣墊會比較好一點 那當然這種鞋子 有些運動 那個鞋根不會做太高 因為有些鞋子 它基本上 或是這個地方 它不能做太高 假如說 有些作用力運動的鞋子 基本上 在這個地方 這個 那個鞋頭的部分 不會做高 這個可能是整個在身體屏幕上 我們都會注意它這樣子 那這個大概是 我之前曾經做過一個小案子 大概是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 這個應該是我去年做的也是經濟不安子 基本上這個是一個鞋場 這個鞋場剛好是在高雄 因為我在台灣 所以就找一個在地的場上 那這個鞋子它基本上 它是一種叫做水卡型 就是類似腳踏車在穿的那個卡鞋 就是說這個鞋子 當然你把它穿上去 然後那個 它那個鞋底的紋路 特別是卡在那個什麼 腳踏車踏板上面 穿上去的時候 它就表示說 你穿這張鞋子 第一個 它本身是卡型 第二個 一般的 所以說它穿這張鞋子 在進行一般的功能活動的時候 基本上有它的效果 這個廠商它基本上是先設計出 開發出圓形 基本上這兩個圓形 基本上這兩款 那它的訴求基本上是這兩款鞋子 不一樣的地方 在於鞋跟一個比較厚的 可以比較薄 那這個比較厚的 這個是比較薄的 還有它的掀頭長度 那我們也有去評估它的那個避震性 也就是說它最大負荷率 它覺得出來是鞋跟比較厚的 它的避震效果比較好一點 當然我們這些東西 還是提供給廠商 那這個大概就是一個 運動生物性分析 在實際產品應用 或者說 在這個 那個告訴一般人 如果去做一些選擇上的一些案例 當然是這樣子 那新的的話 基本上其實 我可能比較偏 比較跟學界 可能跟經濟比較沒有關係 反正跟產業界有點關係 因為基本上 實驗是實在活下去 那當然 所以 因為台灣是 它是一個傳統產業的大眾 它智協又是一個其中的質疑 那其實假如說 你要增加這些鞋子 競爭性 基本上其實你幫這些廠商做一些測試 那可能對他們來說 產品開發的時候是有幫助的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可以拿一些比較常用 房間常用的一些產品 進行測試 那當然這些測試 可以提供一個選手 做一些參考 大概是這樣 那目的大概是這樣 那以上之外 就是說 我針對這個鞋子測試 可以一個小巧的性格 這樣子 那接下來是 這個主題是所謂的 投資動力跟運動傷害 那這個動力 基本上是我在 博士的階段去做的一個研究 大概這個博士的部分 那這個投資動力 基本上很早就提出來 它是說 這個standard 它是以動力的觀點 來描述人體的投資動作 那基本上 這個動力 基本上是把人體看成是很多的指段 一個鏈狀的結構 一個鏈狀的指段 那最主要 它的那個動力分類有兩種 一種是所謂的 開放式的 一種是所謂的 必鎖式的 那開放式的運動 開放式的動力 基本上都可以洗 那這種動力基本上 它就是說在你的肢體的末端 它是可以自由移動 它是可以自由活動 那 必鎖式動力的人 基本上是相反 就是說它末端 它是完全不能動 或者說它承受到相當的主力 導致它的末端 不能自由移動 那就 就人體動作 一般運動分類來說的話 假如是上肢 假如上肢的頭指動作 基本上它都算是一個什麼 開放式的東西 因為它的肢體末端可以自由活動 那必鎖式的部分呢 肢體末端不能自由活動 像下肢就特別多 像你做一些深蹲 基本上都是必鎖式動力的 那當然假如你是上肢的話 也有一些特例 像說你在做腹育挺身 基本上你的手的末端不能自由活動 那它還是一個所謂的必鎖式 那這是它的一個區分方式 那接下來就是 這個所謂開放式方面 它的一個旋理的部分 那它的旋理的部分 基本上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 它的移動的一個順序 那這其實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就是說 當你的大支段跟小支段的移動順序 那我們都知道說 假如你要進行一個投資動作 基本上你要先從大支段開始啟動 那越重的東西可能越這樣子 好像說你要做一個 最舉例來說的話 幫助投資 它不可能單單只有手背去做投資 它必須怎麼樣 從你的腰部 甚至從你的下肢開始啟動 那這一定要怎樣 所以第二點就是要講說 這個腳動量持續的一家 也就是說當你的大支段 身體近端的支段 產生一些能量 產生一些動物的時候 基本上你要把這些能量 繼續傳遞給下支 那個比較小的支段 那小的支段再繼續傳遞下去 然後最後整個能量傳遞給誰 你要投資出去的物體 所以基本上 這是一個順序 那這個順序的關係 基本上其實在我們動作 一般的投資的訓練裡面 大概都是一個基本動力量層面 其實家人都會強調 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等一下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在很多情況之下 這樣的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這樣一個很簡單的學習 它是有可能會被受影響 或是被破壞掉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來 好另外這個是這個所謂的 腳動量的累加 那基本上我剛才講過 就是說其實所謂的 它就是說你支段的動量累積 基本上從大支段開始 可以傳遞到小支段 那另外就是說支段貢獻的比例方面 其實在投資的部分 特別是在投資的部分 基本上大支段的貢獻比較大一點 那小支段的貢獻比較小 那假如說你太強調 一些小支段的動作 或者說當你這個人投手好了 面對到壓力 或者說他把這個投足裡頭很準的時候 他的動作就跑掉 那有時候動作跑掉 他會面對什麼狀況 他會用小支段過分的用力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支段的動作就不足了 那大支段的動作不足之後 其實你的小支段 特別用力就特別容易受傷 那等一下你的動作會跑掉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個有意思嗎 這個是你為了他是一個 比較屬於動作控制 動作學習一個學證 他說人類的投資動作會受到什麼 工作有機體跟環境上的限制 那工作是什麼東西 工作就是說你做什麼事情 他說你丟球 你可以丟比較重的球 比較輕的球 他有機體本身可能就是說 投資者本身 他說日本人跟什麼 他性別不一樣 動作成熟度不一樣 那環境是什麼 就是他所處的環境 就是因為面對壓力 一個人體的投資動作 基本它是說 這三個因素去影響它 大概是這樣 所以接下來 不管投資物體的形狀如果改變 它的重量一定是在改變 所以說重量基本上是投資物體 影響投資動作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當然不是重量 像物體的形狀 物體的一些 甚至它轉動過來 基本上都一樣 投資動作 那我這個路很多人覺得 很重要 因為投資物體不一樣 大小不一樣 形狀不一樣 它重量還是可以改變 那當這個 投資動量改變的時候 投資的工作變有什麼不同 那當投資者 當投資物體重量 這個工作改變的時候 對於動力的理論 裡面的什麼 指端區域加速 還有自體貢獻度的大小的改變 是不是產生影響 那我的這個 其實這個也就是在講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可以會達到一些基本的問題 就是說 重量改變 重量這個工作 重量改變這個工作 會不會對於投資本身的特質 產生一些影響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接下來就是說 直接進入到這個 我這個在做入文的部分 就是這個 投資物體重量對於這個 投資動作的影響 那我這個研究的 今天發現的時候 其實投資物體重量 其實投資物體重量改變的時候 它之端移動序列性異議 然後改變不是很大 也就是說它還是從近端開始處理 然後直接傳移到遠端 那數據還是沒有很大的改變 那後來我探討起來應該是說 會不會有球不夠重 但是在這個地方 特別是這個 當球重增加的時候 它前輩的一些 對於這個角度 沒有要貢獻度就會低減 那其實這種貢獻度計量 代表說有可能它的什麼 近端的直端 特別是搖步的地方 它的貢獻度就增加了 所以說當球重改變之後 身體直端的貢獻度 身體會不會去因應這個改變 去做出一些調整 基本上只是用來應證說 是不是球重改變 對你的資端的貢獻度 是不是會常常改變 當然這個結果的應證 我剛才講了一些推測 大概是這樣子 心得的話 基本上投資物體重量是因為它的動作 人類的投資動作 會受到工作有機體本身 其實人數受影響 那當然其實假如說這種研究要繼續下去 其實你可以針對投資物體 本身的形狀、尺寸 還有投資物體本身的性別 或者對於動作受影響 要進行一些分析 那這種研究基本上就是 比較基礎型的研究 它是針對一個因素 去做一個比較基礎的了解 當然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是這個 一樣是在我這個同一個部分裡面的東西 基本上是在講這個 投資物體重量對於投資肌群的影響 因為肌肉是可以造成整體動作 所以說基本上投資物體 投資物體重量改變 是會對於這個 整體用力的方式 肌肉出力的方式產生的改變 基本上我也是值得去探討 那接下來就是說 涉及投資動作 上次距離重多 那這麼多基群 基本上相關學者 把它做分類的 把它分類成兩種 一種是所謂的穩定基群 一種是所謂的什麼 加速基群 它把特別是你的肩膀 你的手臂的肌群 分成這兩種 那我是研究日探討說 這個投資物體重量 對這兩種肌群的影響 那結果發現大家就是說 首先我針對每個資段去做探討 後來發現說 除了共產投資 因為共產投資 其實它的狀況比較特別 那協方肌共產投資 這些手臂的肌群 基本上它都是可以四五五定肌群 那特別在肩膀肌肉 特別是擴肺肌跟加速肌肉 基本上是符合前面兩位學者 他對加速肌群的定義 特別是在一般投資同學也是這樣子 那另外就發現說 球狀增加會是什麼 協方肌在浴室動作期 還有擴肺肌在加速期 它的肌肉活化程度 也就是肌肉用力程度明顯增加 那當然這個結果就是一個 這個研究比較新度的結果 那新的就是說 其實這種固定肌群 跟加速肌群的分類觀念 其實也是適用一般人的投資動作 那這樣既然你已經把它分成這兩種肌群 其實你就可以理念出不同的肌群的訓練計畫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協方肌在浴室動作期 COVID-19在加速期 它的肌肉活化程度是顯著增加的 那假如說你是要針對這個 假如說他是一個比較常常從事這個投資運動人 他可能必須證明這兩種肌群 就是在定義一些比較特殊的訓練計畫 來做一個特殊的搶動 大概是這樣子 那時候 就是這時候我在實驗了一些東西 也很簡單的一些設備 那時候只是在靈魂地群做 那這是驗居幾點圖的部分 那這都是分析的部分 那這個有一個實驗影片 可能不是很清楚 那如果給大家看一下 找不到 把它打開好了 在那個地板 把它給看一下 有點暗通 還好看不到 這邊一個人 那這個人基本上他 身上貼很多Market 貼很多Market 然後我這邊操入幾點訊號 然後我們選擇在另外一邊 操作這個動作的東西系統 那這個人他貼很多Market 那身上貼很多Market 還有天積電圖 那個天積片 那你要做這種試驗級別操作 這樣去進行他 所以這其實蠻煩雜 不是那麼好做 也是示範很多次 那資料不是很好收集 那這是這個 關於這個實驗的行動和路頓 接下來其實我在做示範的時候 我示範的時候還是做過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 手術彈投資跟運動傷害 那其實手術彈 它是基本上它還是屬於運動 只是說它不是在我們的經濟運動項目裡面 它是在國軍的什麼體能戰績裡面 那基本上它還是一個非常基本的東西 它是一個投資能力的代表 投資能力的代表 投資能力表現 那其實還是套這個 你為了這句話 其實人類投資中 會受到公眾有機體 本身跟環境限制的因素所影響 那所以前處已經針對不同投資物體狀況 還有投資物體狀況 它對於投資動力的影響進行探討 它是有機體本身的 對於投資動作本身的影響 可能還要去探討 所有機體本身基本上 因為國軍 他其實基本上 可能出錢把投資給他做 我們一種是教官 一種是進去的能力性病 那性病的動作 是不是比較容易受傷 教官是不是比較容易受傷 或是說 教官會因為投資資助多 其實他也容易受傷 那其實我們針對一個 這個部分 做一個比較簡單的 一個比較一般性的研究 所以這邊講到說 新兵在接受受訓的時候 他必須受傷的同志 但是因為往往動作不熟練 造成延期有五個傷害 相關研究就有必須要去進行他 那這是我們那時候做出來的結果 結果是發現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教官在做的時候 他監管警會有比較大的空間度 也就是說監管警附近的次段 他會有比較大的空間度 那周關節 相對於性病來說 他空間度比較小 那這代表說其實 教官比較容易掌握投資的要領 比較會使用大支段 去進行一些投資動作 那另外 上次的結果可知 這次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車座的教官 他比較有用大支段 那反之性病 他可能有時候太緊張了 他可能不熟練 那可能就會把他的用力 製作在周關節手背的一些 特別是那個上一個人前輩的肌肉 那這個也是性病 他在投資產生一些傷害的原因 那新的大家就是說 其實 發現這個結果之後 其實我們也有跟那個醫師 還有跟他們那個心靈中心做一個報告 也是跟我們講說 其實在性病的訓練的時候 其實他的練習 訓練是要增加 不要給他太大壓力 然後另外就是 特別想要去跟動作的訓練 讓他動作可以比較協調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說 其實我們有一個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在拍的時候更辛苦 因為我們沒有用 那時候大概是我做 康慶博士的時候 在做分析 動作分析是比較簡單 比較辛苦 這是一個實際的影片 那我們只用兩台攝影機 去做一個三度空間合成 做出來是一個三度空間的效果 就是那時候報告在用 那基本上這個投資是一個 正面我記得應該就是一個性病 來做投資的動作 所以點的蠻辛苦的 然後剩下貼很多一些 也標誌 其實也不是好像做了一個研究 好這是這個部分 這是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 這個是馬克超 是我一個前進學 一個碩士班的學生 然後他叫林潘森 他二次就是林哲宣 他是一個田徑教練 在繼承環動裡面的 然後他後來有跟他討論 到底要做什麼東西 他也是不勝清楚 後來他就做一些 馬克超訓練計畫的一些安排 改變 只會對成績造成影響 那另外也加了一些力學分析在裡面 那我們知道說這個馬克超訓練 他是今天田徑選手的第一倍的課程 那運動訓練會導致受傷 那受傷之後要避免受 所以說受傷之後 或是要避免受傷 也必須進入運動訓練 所以你可以就一些運動 運動收入學分析方式 來提供一些什麼 動作本身特質的一些資料 一些參考資料 讓學生在進行訓練 或是受傷之後 你要進行復健一些相關的參考 那馬克超 根據那個教練他是說 這個有所謂的高抬頭跟一半抬頭的動作 那為了解這兩者運動傷害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就嘗試探討 馬克超靠台的部分 一般來說跟我們進行生物有差的比較 進行一個比較簡單的生物學的比較 那是做實驗的時候的狀況 就是讓我們先是做的 基本上這是一個關節角度的定義 然後我們分析了這個所謂的 骨關節 膝關節跟髮關節 那我們去分析什麼 這個數值的最小值 因為他這個腳抬越高 這個角度會越小 這個角度也越小 這個角度也越小 這是我們期望的我們預計 那另外我們有分析 當你的腳踩到側立板的時候 因為他現在沒有踩在車 你們在做動作示範 所以沒有實際踩在側立板上面 腳踩在側立板上面的時候 你的垂直列樣所產生的一個斜率 有些所謂的最大負荷率 另外就是一個推陣子 這推陣子產生之後 整體就會向前推進 我們去分析這兩個數值 還有這個運動學上面的一些資料 那發現是說高胎腿的動作 基本上他的那些關節 特別是你的髮關節跟膝關節 角度的最小值都會比較小 而且會顯著大 顯著小的一般踩動作 那基本上就代表是說 高胎腿的動作 他的腳不可以踩得比較高 他是代表一個意思 其實就是說 高胎腿的動作 他會有比較好的訓練效果 但是因為他訓練效果比較好 其實你的訓練量就要注意 為什麼用太多 他可能很容易 反而這個選手容易受傷 產生一些PR或拉伸的現象 那另外就是說 在對立作用力的部分 由於這個高胎腿的動作 他的最大負荷率 前駐大力端的選手 那所以高胎腿的動作 你的腳抬起來 你踩下去的時候 你的腳步會承受一個比較大的衝擊 然後另外高胎腿的動作 他的推動力會比較大 你的推動力比較大 基本上 你的足腿在進行推動的時候 基本上是在哪裡 在受力比較多 特別是在你的足腿的直股 那個什麼 足腿的直股 像有一個中置股的地方 那個地方 基本上承受的力量會比較大 壓力會比較大 那這個推動動作比較大 他雖然做一些好事 但是逐步的第一直肢關節的中置股 他生股的力量比較大 他就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你會對那邊造成一些比較不好的影響 因為他必須承受到比較大的負荷 那以上這個大概是針對這個馬克勺 做一個比較簡單的研究 因為是這個說是學生的論文 他基本上為了來研究 其實你可以針對這個馬克勺 動作計算 有些更明確的了解嗎 有些更明確的了解嗎 可以 我看一下 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可以剛好借這個機會問一下問題嗎 是 剛講那個高抬腿 是不是 他也一直說 他剛剛比較高抬腿 他那個點收益強 收益強 也一直是說 就是你會有一個提示說 因為是收益強之後我剛剛覺得什麼 你說哪個點 這是說那個 主步刺刺關節 沒有關係 因為他踩下去有沒有 他要承起來 那這個力量 推進力量比較大 推進力量比較大 推進力量比較大的時候 其實你那個往下踩力量會比較大 往下踩力量比較大 他對於大目指向你的地方沒有 他所聽到你的壓力也會比較大 他壓力大完 九來九次都對你造一個比較不舒服 沒有那麼舒服的感覺 他就會造一個傷害 你的意思是不要高抬腿嗎 沒有其實是你的訓練量 所以要高抬腿跟施量要 對啊 所以高抬腿就是那個標準的高抬腿 都是要高抬腿嗎 對 其實你可以去要求他 因為他可以讓你的腳踏比較高 他是一個好處 因為你 對 假如你是一些國高中的選手 你要練這個動作 那個標準基本上你這樣去練 但是 但是就是說你的量 你注意哪裡 不要太大的話 每次他做高抬腿他會瘦癌 那我們他的家人來講 其實他們在用的 基本上也是 都是兩個人都選做 也不是說每次練都完全練高抬腿 那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沒有到那個標準的高度 就是騎腰的那個90度的高度 就讓你的腳步越小 那這樣是很不正確的動作 那大家還要跟他去鼓勵做嗎 其實他把他分的所謂的高抬腿官太多了 我剛才講過 他特別覺得他沒有太那麼高 但是其實他也是一個輔助動作 一定每次都要做那麼高 對啊 然後大家就看教練 那個可能就是教練本身 你在運用上的一些配方 對 並不是不好 對 只是說這邊顯示出來 只要說你要去做一些調整 應該是要有些調整 因為有些要做好 但是他動作範圍大 他對下肢復活很大 那其實那個量就要注意 所以結論是不是 如果他的肌力不夠 高抬腿做太大 反而是長抬 其實基本上 這個教練他的受試者 他是國高中的 那應該是國中的 所以他沒有讓他選擇做一些中環訓練 他只是利用這些馬克潮的基本動作 讓他做一些 就是用這個東西取代 最大肌力的這種訓練的東西 他是不是也訓練他的協調性 那所以基本上 他是用這種方式 在訓練他的協調性 動作發展 還有一些基礎肌力的發展而已 當然你在訓練的時候 其實因為這個高抬腿官的抬腿 關節活動度比較大 活動化很大 所以說你假如說做太多 有可能會導致受傷 對 對 對 那個 那個 剛剛其實重點 我也很想講 講話 因為剛剛一開始 講那個 球拍的事情 對 在經驗上面 我會常常會碰到這樣 我又說 拍子 就直接換掉了 有時候你會覺得很奇怪 太舊太興奮不好 那剛剛 本來有一段 我就順著講那個鞋子 其實我自己當然是說 你絕對說那個鞋子的西陣好 不過西陣好 不過你要反過來說 那西陣好是一切就好 那未必 因為剛剛後來 你覺得說 你要去緩衝的那個 那個力量 你覺得 你絕對說他是不好 不過你又要讓他推是好的 就是推的力量要好 所以這兩個其實 事實上有時候就是會 當你要顧到你的緩衝力量減少 然後你又會減損他推的力量 所以這個當中 其實事實上都是一個 你要自己去找到一個最佳值 所以說 剛剛劉教授講 我讓我 我會講 就是你三個球鞋 你不要說西陣好 我認為 你不要說西陣好就是好 因為他後面還是影響到你的推等 所以剛剛在講那個馬克操 其實我不懂什麼是馬克操 不過一聽起來 你就會下去 上來 你為了這個 你為了一件事情 不過你一定會 某一件事情會受到一點影響 這個是基本原理 那剛剛 因為講到那種孩子 然後又講到說 支斷的事情 當然沒有錯 就是說 我們全部都用這個到遠端 不過我講我自己的意思 我都打得不好 那我以前 先大學的時候先打網球 後來 第一年級的時候打網球 高年級的時候去打羽毛球 那我一直到 後來就沒再打 一直到小孩子 十幾年前 小孩子開始打網球 我就跟他打了 那打了以後 教練都跟我講說 你那個手很 因為還沒開始 那 他說你打球 都一直不放鬆 那因為為什麼 我一直 我一直 一直 一直 追尋一個運動的原則 就是說 你要中心要穩 然後你要從 從手臂 就是說你要從腰去發力 類似這樣子 所以說 我打羽毛球的時候 我也一直遵循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 這個 就是我 那個球要打得很容易 我要從健康去打 結果打得很爛 如果說 上次那個教練在那裡 我打羽毛球 就要抓一下 抓一下 抓一下 不要再說什麼 後來 我慢慢才體會到說 其實 中心 就是 比如說球鞋 最後還是要回歸到 就知道說這三個 然後 或者說這三雙鞋 這三雙拍子 最後 你覺得說 這個數字是這樣子 還是 跟拍子拿出來 每一次都打看看 看看哪一隻是最好 如果說哪一隻是最好 他選手覺得最好 那一隻拍子 再拿到郵教授那邊去 測試說 這個拍子是長這樣子 那以後整個可以 先到那邊 然後再說 這個是適合你的拍子 否則不是說 西鎮好 那雙鞋子就是最好的 因為他會影響到那個 所以那個 到了這邊 烈羽毛牌 有時候 實驗跟實際還是有 很差 不是貴就好 還是要順手 還有那個 他的平民還有努力 因為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 攻擊型跟那個 防守型 比較不一樣 所以他的那個 平五的 那個 就是 頭比較重的 那個 那個平五的 那個 的點是不一樣 他球拍也有 有些 鎖力比較強的 他攻擊力比較強 他的球拍他用 就會比較重 會比較重 然後 防守型的 他的那個 球拍他用的就是 比較輕 比較良巧 這以上是 的經驗 謝謝 好 那我就先把 那個內容發告 好像叫各位先進 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再提供 好 那這是馬車馬克超 做完的一個 有 這是一個心得的部分 基本上其實做的東西 還是可以去延續下去 因為現在的專題特別進步 那 下次動力學的東西 其實要去算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現在 你只要把 動作面系統得到的馬克 就是用一個 光碟的資料 輸到一些軟體裡面去 那基本上 他可以把你算出 肌肉的一些活動 每一條肌肉會都能力去 那這些東西 可能針對 這種傷害方式 可能有特別的意義 因為選手 其實在我 像我說 我在把我們學校的田徑隊 我學校田徑隊 當然不是練很多 是練得太少 他就平時不練 然後就以比賽這樣 他可能會怎樣 頭腰肌受傷 每個都是頭腰肌受傷 剛才的情況有問題 那到後面決賽的時候 敷賽決賽的時候 每個都頭腰肌拉傷 我剛才說 以那個煞車皮 去拉到 去拍波速 那基本上 為什麼頭腰肌拉傷那麼多 那他跟無事都遇到 你之間有什麼關係 其實也可以自己這樣 去做更詳細的看法 那當然這個部分 其實資料也很多 那我只把會不會到最原始的動作 就是馬克草 這個東西去做個分析 因為其實 生物醫學裡面 這個跑的動作 的分析已經蠻徹底的 蠻徹底的 但是說在馬克草的部分 其實可以用這個基本動作 基礎動作 那這種基礎動作 其實你要有什麼 集中 那對於在定義訓練計畫的時候 才有更好的一個方式 好 接下來是一個 就是在做一個水量活動 研究所謂的一個傷害的調查 基本上 針對 其實我們那時候是在關係 關係性能不能做 然後 針對30名教委 有一個100名收取的行李 我們是發現說 教管他的投資次數 在20次以上 在863 那行李基本上就是在40次一下 大概70次 甚至有些根本沒有過過 那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他收完錢就好了 基本上大概就是說 教官的部分 因為曾經收藥 投資受長1% 30次 那你就可以發現 就是教委裡面 他的練習時數 投資時數比較多 所以他很容易受傷 那受傷練習裡面 我是出血分的三種 他大部分都是所謂的 肌肉的拉長 跟認證在補償的部分 比例上也差不多 那 比較特別是這個治療的部分 他50% 他有回答說他有治療 但是他的治療的方式 都是什麼 國術管 總理診所 那基本上 這種兵服外外科 或者手術或說一些附件的東西 他們都沒有去做 那這個突選什麼事情 突選軍方 其實在這個運動傷害方式上 基本上 可能一個基礎姿勢 其實他還是會建構他 最基本的想固定啊 領服這些東西 基本上還是要去進行一些推展 那因為軍方的那個 軍人的體育裡面 體能戰機 基本上他也是一塊 他也是一個特殊族群 他在做的 他們在做的事情 那他其實也會產生運動傷害 那這一塊族群 你要去照顧他 基本上其實是值得 很值得做研究的 那西德 基本上就是我剛才講 那國軍體能戰機訓練 也是運動訓練一種 那如果透過運動傷害調查 方式 來防治這個 軍事斷病的一些傷亡 其實應該是相關單位 所以要去關心的密體 當然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 再來是我曾經做過一個 羽群群群群運動傷害調查 這也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調查 那才是查現場紀錄法 就是說 透過大會運動傷害方面 進行紀錄 那傷害紀錄資料 大概有380p 那結果大概就是說 那女生的話 其實受傷紀錄幾乎差不多 那受傷率排0 這個比較明顯 就是說高中 他會大於過重 或大於過小 那傷害類型 基本上是大傷 沒有傷跟外傷 那受傷肚餌 第一名應該是洗部 第二名是腰部 那之後是白關節 大概就一個黃關節 那處一方的學問 基本上是 應付記帖 比較特別是這個記帖 記帖之前我在 像我在當工作上 考學的時候也沒有記帖 那時候也很少 現在在推廣 那記帖反而大家可能使用它 大概是這樣子 那不同性別的高中 國中 國小學的時候 他受傷次數 他是沒有什麼差異 那不同性別的選手 在受傷不會受傷的人 也沒有什麼差異 那在不同年齡層方面 高中 國中 國小時候 在受傷部位 他有比較明顯的差異 跟傷害類型 他沒有顯著差異 那另外 男女選手 他的受傷率 並沒有顯著差異 各年齡層的受傷率 傷害類型 受傷部位 有一個傷害方式 發援注意方式 他是有顯著差異的 那有上訴結果 還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不同年齡層的選手 他遇到傷害 其實他有些不一樣的地方 那其實可以整個不同年齡層 這些選手的訓練量 還有他的傷害種類 都發生於一些 做更新的研究 以這個運動傷害方式的探討 因為其實我後來看這個羽球 他們一些運動傷害 調查的一些文章 還是強調在哪裡 訓練量 訓練量其實 他羽球的果凍量 訓練量基本上很大 他這訓練很大 基本上會對他的傷害 產生一些特殊的影響 比如說傷害類型 他會產生一個影響 有可能他的傷害會比較著重 因為訓練量大 所導致的一些傷害 大概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這個是 比較少人在做文字足球 因為剛好這個比賽在我們學校進行 那就是 中國運動傷害防護員 還進行這個紀錄 那紀錄比數是226B 大概是這樣 那這邊的話 男女性選手受傷的話 各地理程選手受傷的次數 傷害類型受傷不穩 這些人都有一些精度差異 那受傷次數其實 他反而是國中選手 最高高中度次數 甚至社會主選手最少 那傷害類型是 牛上、八上、外上 受傷部位前六名 是習慣者、公開性等 他也是這樣子 那處理方式 拼固、貼紮、危主 性就常 還是細胞比就常多 那不同性別 或中、高中的社會主權 受傷次數、受傷不穩、 受傷型態都有一些度差異 那在不同年齡層方面 或中、高中的社會主權 在受傷部位上 來行動一些新出差異 那是這樣的 那另外 其實足球他是 因為他是團體項目 那每個人都有拿提的位置 他是前鋒或是守門員 其實那你可以在 針對這些選手 進行分類 然後進行更深入 不過想提就是說 你資料要用他夠 因為這只是一次比賽的紀錄 其實他可能不是能夠 可能他在場景 多收集一些資料 來進行分析 才有辦法對這個足球 特別是台灣的 我們自己國內的足球 移動商 可以更明確的了解 那最後是 這個大概是 我們需要自己開發的系統 那這系統其實沒有很好 當初因為我就是在那邊 服務 他就要作為一個移動商 來防護系統 然後我就想說 我可以自己搞一個好 那當然我們系統沒有那麼好 不過他的數學是不一樣的 那數學很簡單 基本就是 手煙、註射資料 然後設計 那這個只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健康條 一個是醫療器材 醫療器材使用的紀錄 這是這個封面 那我們的系統基本上是透過這個 條碼 條碼 第一章會讀取到 我們那時候的聖靈身分證 他會直接可以抓到 身分證的那個字 顯示在電腦上面 然後就做身分紀錄 身分的那個 這個的登錄 基本上我們是使用條碼 那數學很簡單 這個東西是 因為我們需要義不平鑒 大學教育有平鑒 所以基本上要弄個東西出來 然後就弄個香港的東西出來 基本上就是這個東西 好 再來就是說 這個東西不在於說 你要做得多好 是我告訴學生你們要做什麼 他會去想說他們要做什麼 那我跟他討論之後 再回頭我們學校自管計學 我們把它寫出來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 就我剛才講的 他不是要有最齊全、最新的設計 最重要是任意吧 學生要做中學、學中做 這是因為教育不平鑒 這個比較公平性的東西 不過他有他實際的功用 因為在我在上課的時候 都可以給學生用 跟我們講說 欸 你要做個觀念這樣子 那假如說學生有這個觀念 他以後去見什麼 工作基本上 他就有這個觀念 他就必須要知道 去使用這個委員卡 把這個委員卡使用做好 那其實我們學校最近那個卡 職業卡或那個學生卡 基本上都已經換成晶片式了 甚至跟有卡結論 那其實也準備跟學校最近經費 然後看能夠把這個 再擴充一下 擴充方案 基本上已經想好 基本上在這裡 就準備所有常常大學運動設施 做一個規劃 怎樣去利用這個卡 去把所有的設施 都進入一個電腦化管理 我其實是可以去做 那這個一個特色 應該每個學校都不一樣 每個學校所處的通常都不一樣 每個學校規劃出的東西都不一樣 這個應該是可以充分發揮出 各小特色的一個動機 那這種東西學校建構 特別對大學來說 基本上它不是什麼問題 因為很多大學的工學 就是它建構的就是很遲 所以它要幫助你 好 以上再次我報告內容 想說有個性覺的問題的話 可以再提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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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好了 你的第30頁 你寫那個傷亡 你是不是可以把這個亡拿掉 因為我們的運動 教育要教學 教育的課 guitar 練習已經很難了 那如果有人看到這個 會造成傷亡亡就死了 就是那個國軍體能 有可能會產的一種 但是這跟事實不符合 你光丟一個 你剛介紹是不是丟那個手油彈 你會介紹什麼可能會是傷亡 因為其實國訓訓練裡面有很多是體能訓練 還有重數 重數其實造成大量的傷害 有一些有大歷史死亡的疾病 那時候也沒有注意寫好 假如這個手油彈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它有可能會固症 可能造成那個喪之 前輩的地方公布了一個螺旋性固症 因為在一段時間那個阿尼特別多 後來就是那個醫生 他就說這種阿尼特別多 他想瞭解一下 他如果有什麼原因會這樣子 所以國訓他有一些體能在一些學律上的危險性 甚至講白一點 假如這個心病他丟手段緊張 丟出去 結果手段丟到前面去 然後就抱著他 照著纏 那都是一些比較均衡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跟特別是運動的部分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當然你越去躲 他其實沒有用 你應該在面對他 面對他 就是放置他 他還是這樣 假如你要用正面台去面對我 應該是這樣子 你又不會在治療的地方 您是沒有一些壹 Organization 我對你站在一起的電影嗎 我都是這樣子的 大家都有一個問題 對我來說 但是懸吊的是我 怎麼樣 但是我跟他們來說 可能是 لي 那麼你去做 你多有什麼事 大家可以在一起 兩者子 是不是有什麼事 可以在一起 變嗎 那大家可以在一起 那我們就沒有任何事 所以今天就很謝謝各位人 謝謝